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大家一张昨天拍摄的独家照片 分享喜悦 还说我觉得好美的姚苏荣 如果跟着我们的修复计划走 CD里面会有很多精美的姚姐照片 从曝光的照片可见 姚苏荣整个人神采奕奕 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佩戴连着金边的黑矿眼镜 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也对着亲友准备的榴莲造型蛋糕许愿 网友纷纷留言以前早期的歌星 没有衣美 如今还能如此优雅气质 好美好美 她的笑容 一举一动我都爱 美不胜收 谢谢你的分享 事实上 姚苏荣2021年春节期间 有接受新加坡演艺圈资深人士欧伟毅与主持人陈维林 韦伟到来直播节目访问 当时她透露 还觉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 姚苏荣对于音乐的爱好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 她表示 许多年轻后辈的歌曲自己都有在听 在研究 是当成一种功课 会分析不同年代不同的唱法 如今已经高龄的她因为瘟疫受困 度过了大半年几乎未出家门的日子 但依旧能够保持快乐 平和的心过每一天 她会上社交平台 找很多喜欢的歌 不只回味以前的名曲 也吸收新一代后辈歌手的唱法 姚苏荣表示 自己的养生之道在于虽然爱吃 但是自己懂得适可而止 不要过量 从年轻起 自己就保持每天吃一颗鸡蛋的习惯 每天都要走走路 做做运动 瘟疫时期喜欢坐在窗边晒太阳 再度登上节目的姚苏荣 和珍珍 吴锦 朱颜薇等人对谈 气色看来很好 现在的观众也许不知道姚苏荣是谁 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观众一定会知道她 姚苏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乐坛的流行歌手 姚苏荣1966年参加 正声电台所主办的歌唱比赛 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 在翁清晰老师的促成下 与当时海山唱片公司签约 进入演绎世界 一曲复心的人令她一炮而红 大家听得如醉如痴 大街小巷传唱不衰 烟红的唇 火样热烈的吻 也不能留住复心的人 难道说你是草木 不能够教你动心 就这样姚苏荣以复心的人打响名号 就在大家沉浸在姚苏荣的歌声时 相关单位突然下令禁止 歌唱这首歌 原因是这首是翻唱日本歌的曲子 歌词优怨低俗 对明星有不良影响 1967年姚苏荣又以一曲《秋水依人》 唱得歌泪俱下 赢得泪银歌后的美誉 后来姚苏荣又以《今天不回家》 这首十分特别 在当时来说兼具现代感与传统妙曲的歌 让他打开更受欢迎的全新记录 《今天不回家》的成功 无论是对作曲者左红元 或是姚苏荣来说 都是正面创新的肯定 除了这首歌曲以外 同时发布的《寻梦》的人 那时也颇流行 基于合作的默契 后来他们又合作了不少 所谓姚派唱法的歌曲 有名的还有偷心的人 项物又像花等等 在那个年代 大街小巷年轻男女 各个都会唱着《今天不回家》 但好景不长 这首歌又因为 与当时政府推广的社会善良风俗 有着强烈的对比 以致这首歌被禁唱 电视电台都不准播放 不过这首歌 仍在当时的口耳相传下 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歌曲 此外 因为当时禁唱《今天不回家》 所以唱片公司在发行专辑时 特意将歌名改为《今天要回家》 后来 他的歌曲在香港大红大紫 其代表作品 《有情人的眼泪》 《复心的人》 《秋水依人》 《因为我爱你》 《今天不回家》 《像物又像花》等几十首名曲 1969年8月 姚苏荣应高雄京都乐府 邀请到当地铸唱 一个月酬劳六万元 当时私立大学的学费才三千元 姚苏荣在高雄 受到歌迷热烈欢迎 几乎每场都有歌迷 要求他唱《复心的人》 姚苏荣总是礼貌地向歌迷致歉 说这首歌已经遭到进场 他不能违规 但是歌迷的热情太感人 姚苏荣实在推不掉 终于他忍不住在8月16日 开口大唱这首禁歌 满屋子的观众齐声叫好 但想不到的是 有人告密 告知警察姚苏荣在歌厅唱禁歌 同年8月19日 姚苏荣正在舞台忘情地 唱着《复心的人》的时候 突然被钱金芬住所的警察叫下台 要他到派出所做笔录 整个歌厅一片哗然 眼睁睁看着姚苏荣被带走 最终的结果是姚苏荣的演唱证被没收 最后姚苏荣只好转往海外发展 1991年结束泰国演唱后 渐渐淡出歌坛 姚苏荣原本姓刘 老家在四川 但由于家里有八个子女 生活困难 于是在他年幼时 就被父母送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好朋友 他就随养母姓姚 姚苏荣说 我只知道自己小时候是送给了空军带走 我跟着他们到台湾 住进空军的家属楼 我的亲生父母和养父养母对我都非常好 姚苏荣三四岁时 跟着姚爸姚妈从四川成都来到台湾做营生 因为养父母是空军家庭的背景 姚苏荣刚从学校毕业 就嫁给了姚爸爸的学生 一位中校是官长 婚后 热爱唱歌的姚苏荣 想从事相关工作 可父母当初非常反对她当歌手 好在当年她的第一任的空军丈夫 喜欢听周璇的歌 姚苏荣又在高雄赢得广播电台歌唱比赛冠军 因此就同意她到台北国之兵歌厅唱歌 于是在丈夫的帮助下 她偷偷买了火车票到台北的歌厅演唱 那时候也没想要成名赚钱 就是单纯的爱唱歌 值得一提的是 姚苏荣后来的走红也渐渐促成后来与原生家庭重逢 姚苏荣80年代中期在太阳城西餐厅登台 成都的家人凭着一张黑胶唱片封面找到姚苏荣 她才奇迹式地和原生家庭重逢 她的原生家庭一家人都是从事川剧相关的音乐舞蹈行业 姚苏荣虽然从小送人 但身上流的血液充满原生家庭的艺术细胞 姚苏荣隐退前最后一次亮相是在1993年 她参加第三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 当时她以经典金曲《今天不回家》 付新的人 项目又像花风靡全场 那时香港人学国语 很多都是透过姚苏荣红遍香港的歌声来学习的 姚苏荣是他们的偶像 她音乐会的门票在香港十分难求 值得一提的是 小时候的张国荣也喜欢姚苏荣 当时张国荣他们的学校举行流行歌唱比赛 有几个调皮的男生模仿姚苏荣唱歌 表现不佳 让人忍俊不禁 其中有一个男孩的表演 给张国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张国荣在哥哥的赞助下 在唱片店花费了高昂的费用 买了姚苏荣的唱片 开始反复边听边唱 前期的音乐细胞被充分刺激 比如《不回家》这首经典歌曲 张国荣从未忘记 之后参加金马奖的张国荣 在后台对姚苏荣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合影 之后两人就这样愉快地合影交谈 直到颁奖典礼结束 2007年 周杰伦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十分卖作狂扫各地 片中使用姚苏荣唱的老歌 情人的眼泪 让退隐以14年的姚苏荣歌声 再次风靡各地 在《不能说的秘密》里 周杰伦带桂伦美饰演的女主角 到一家二手CD店 为她戴上耳机说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此时传来的歌声令人屏息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弦乐颤底 字字富有情感 但却又是那么地内敛 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人们的耳朵 年轻观众忍不住问这是谁唱的 答案是姚苏荣 姚苏荣本人也深感意外 此时的姚苏荣 在成都老家探亲 有一天外生女回家问她 阿姨 周杰伦那电影里的歌 声音好像你 是不是你唱的 姚苏荣已经听台北的朋友提起过这件事情 但心里还是很好奇毫无渊源的周杰伦 怎么会选中她的歌声 姚苏荣说 我知道她现在是最红的男歌手 我看过她演的黄金甲 也听过她和费玉清唱的千里之外 这孩子很有才华 周杰伦是创作才子 唱腔颠覆了华语歌坛 而当记者提到 姚苏荣在早期歌坛演奏歌曲 应该是创作前辈 姚苏荣立即说 我是小儿科 不能相提并论了 周杰伦说 我请助理去买回那时候 所有的经典老歌和贵伦美一起听 最后选了姚苏荣唱的 因为她的版本特别有味道 姚苏荣回忆 我唱《情人的眼泪》 是因为李行导演拍同名电影之邀 他希望我用比较慢的调子唱到气氛 我把自己的感情唱了进去 没想到现在的周杰伦也喜欢 1993年金马奖之后 姚苏荣旅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多年来港台各地请她付出 举办个人演唱会的邀请未曾间断 姚苏荣一直没有松口 2014年 69岁的姚苏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不迷恋 从前 过去的奖杯 锦旗都丢了 现在生活简单 曲指算来 现在的姚苏荣 已经是一位高龄的老人了 但虽然她已经淡出歌坛那么多年 她的经典歌曲却传唱不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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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